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修改用户密码状态的明镜差池 在这之前啊 我们在学习Useize明镜的时候 它支持一些选项 比如说可以用-U在添加用户的同时指定用户的UI 可以用-小写的J在添加用户的同时修改这个用户的出示组 可以用选项大写的J在添加用户的同时修改这个用户的附加组 可以用-D选项前修改这个用户的加目录 可以用-C选项修改这个用户的说明 那这些选项跟Useize明镜的基本通用 那也就是说 刚刚这些Useize可以用的选项 对Useize明镜来讲 它完全都是可以一样的 它们的区别是 Useize明镜是添加一个新的用户的同时修改它的相关选项 而Useize明镜是修改一个已经存在的用户的相关选项 它的区别就是Useize是针对新用户的 Useize明镜针对的是已经存在的用户 那这样的话它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刚刚我们说Useize可以支持的修改用户信息的选项 Useize明镜其实都支持 比如说-U改UID-C改说明 -G改用户的附加组 当然-G也是能支持的 只是我说-G改出示组 非常容易把管理员把它搞晕 所以呢我们并不推荐改这个小G出示组 那我这里就换动片也没放 但是它确实都可以支持 而且啊Useize明镜可以用-G大写的L和-G大写的U的方式 锁定和解锁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修改这个选项命令 那这里举了几个例子-C-C加说明 我们试试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ETC下的PASOL 浪图这个用户已经存在 它的信息全都是默认的 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 UseizeMode修改用户 修改哪个用户呢 那种用户 改什么呢 给这个用户加一个说明 说它是一个测试用户 这个用户的说明 也就是PASOL的文件的第五列 这个说明之间 如果没有空格 可以不用双引号扩起来 如果有空格 必须用双引号扩起来 才是一个 但这个一个完整的选项 可以添加用户的说明 当然也可以添加它的附加组 把LAM用户加入root组 当然也可以修改这个用户的UID 不再让它的UID是500 而把它改成550 啊等等啊 这些选项都可以做 它跟Useize的区别在于 UseizeMode是修改已存在的用户 而Useize呢 是添加新用户的同时设定它的选项 那这条命令回车 再去查一下PASOL的文件 大家就会发现 LAMP的UID变了 说明也有了 那我有没有把LAMP用户 加入到root组里呢 我们就要去查 etcgroup这个文件 大家就会发现往上拉 拉到开头 LAMP这个用户 已经放入了root组里 而且是作为附加用户放入了 啊 这就是UseizeMode 非常简单 还可以使用UseizeMode 大L和大U的方式来锁定和解锁 那我们说啊 我们之前讲了PASOL的内容 它可以用-小写L和-小写的U 来锁定和解锁一个用户 它们两个人之间 两条命令之间 它们的作用基本是一样的 除了这两种方法 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 把用户暂时锁定 比如说 手工来用vi修改etc下的PASOL 把用户的登录权限 从它的标准权限并下的bsh 改成s并下的nolog 那这样的话 这个用户也会暂时禁用 或者我直接把用户注视点 也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 我也可以自己vim修改sado这个文件 把用户密码前面手工加入感叹号 都是可以的 那这么多的暂时禁用用户的方式 其实我们说 大家只要熟练使用一种 就足够了 看你个人习惯 你愿意用哪种都行 那用user mode 它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 先去查一下PASOL的 LAMP用户的信息 对 先去看一下 shadow PASOL的不行 它的信息是这样的 关键还是看密码位 那如果我用user mode-L L是lock 锁定性 将用户名 再来查 就会发现 在它的密码串之前加入了一个感叹号 我们已经知道了 密码串前面 只要加任意一个字符 它的这个密码换算出来 肯定就不会是它的原始密码 也要算 那这样的话 这个密码就会失效 这个用户就会进入 其实我们的PASOL的锁定用户的命令 它是在这个之前加了两个感叹号 如果大家还记得 那其实我说加一个两个都是一样的 所以啊 这块用user mode-L也同样可以锁定用户 那如果用大U呢 就可以把这个用户给锁定给打开 哎 非常简单 锁定和解锁用户 这么多的锁定用户的方法 大家熟练是一个 其实就可以了 好 那user mode-L的命令就说到这里 修改用户选项的命令 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来说一下查识命令 查识是用来修改用户密码状态的命令 它支持这样几个选项 -L查询这个用户的密码状态 我们看一下 -L浪布用户 看到的内容就是这个 好像不太明白了 没关系往下看 钢D 是修改密码的最后一次更改日期 这个句话好像很耳熟啊 我们来看看 VM etc下的shadow这个文件 我们说第三个字段 是不是就是修改这个密码这个用户的密码的修改日期啊 那也就是说我可以用-D选项 直接来修改shadow文件第三个字段 当然用VR来改也是一样的 其实我个人觉得用VR来改更直观 用查识命令这些选项还真的不太好 那我们看一下-M是修改第四个字段 也就是这个字段 两字密码的修改间隔 -M是第五个字段 密码有效期 -W修改的是这个 第七个字 第六个字段 它的作用是警告签数 -I修改的是第七个字段 它是宽限签数 -E它修改的是第八个字段 密码的账号的失效之期 所以啊 刚刚这个-L 那也就是这条命令 查出来了这些信息 其实就是杀的文件当中 这几个相关的密码事件 哎 大家可以仔细的去看一下这个 因为我不再一个一个去对了啊 其实就是这个 那我刚刚说了 其实啊 我们手工去直接用VR 修改杀路这个文件 其实更加直观 远要去比这个差指命令 要来的方便 也来的直接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学习差指 那关键点就在于这个 我们举的这个 它的作用是把它的-D选项 回来看一眼 -D -D指的是 它的第三个字段 也就是密码的最后一次修改时间 也就是这个字段 也就是这个字段 那也就是说 入列用户最后一次修改密码 是在1970年1月1号之后的第16,076天修改 哎 这就是它的这个意思 那如果把它改为0 系统会认为这个用户没有修改过密码 从来没有修改过 因为咱们现在改成0的意思是就是1970年1月1号 但是说啊这咱们现在的操作系统 离那个时间早都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所以系统会认为这个用户没有改过密码 那么会带来一个什么情况呢 当我这个用户一旦登陆 一旦登陆 它会把它的这个密码修改日期归0 这样用户一登陆 就要求这个用户必须先修改密码 才可以正常使用 我们说在服务器上 我们需要创建大量的普通用户 当我们创建普通用户的时候 我可能会给每个普通用户这个 负一个初始密码 假设是123 这个密码非常不安全 你的用户不能永远都用123这个密码来登陆 这样的话会导致我们系统的安全性大的效果 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用差指令令 用-D0的方式 把这个用户它的密码修改时间改了 这样的话 这个用户它的初始密码是123 但是当它第一次登陆的时候 就必须重新设计它的密码 这样的话 保证了我们系统的安全性 所以啊 差指命令前面这些选项 其实完全都可以不用进去 我们直接用VI修改杀的文件就可以解决 而且更直观 但是用的最多就是这条密码 它的作用是要求这个普通用户 一登陆就必须改密码 我们演示一下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啊 LAMP用户的这个密码修改时间也是16076 那这个时候我们用差指 钢地零把LAMP用户的密码修改时间归零 再去查我们用cat名字吧 再去看一下 帕索尔的这个杀的文件 看它的密码修改时间就归零了 这个时候当我去使用LAMP用户登陆 来密码原始密码123 大家会发现登进去了 但是它马上启动了更改密码的这个步子 要求先输一遍LAMP用户的原始密码123 然后马上要设它的新密码 假设飞流直下 3000尺 飞流直下 3000尺 好了 这个用户的密码身份就会更新 这样的话 我们回过头再来查这个差值 就会发现它的时间错又改回了 这样的话 第一次登陆 要求用户先带更密码 更新完密码之后直接断开 下次再登 用新密码登陆 才可以正常使用这个选 这就是我们的差值命令最主要的作用 所以我们说差值命令其他的选项都可以不用尽 大家需要记住了就是这一个 它的作用就是把用户的密码修改时间规定 要求这个用户一旦登陆 现在修改密码才可以正常使用 好了 本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本节课我们讲了两个命令 一个是修改用户信息的命令 有什么 另外一个是修改用户密码状态的命令 差值 这两个命令都不难 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 下节课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西出Linux微信公布帐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